交通部铁道局在今年对台铁安全检查 结果发现了有三案缺失 其中台铁派任五名没有驾照的人员 操作工程车 维修车 另外有超过50名被派任的列车长 还有值班站长 检定和体检都不合格 其中以视力还有听力项目占多数 而经常也发现了 台铁没有落实对乘务人员的酒测 总计这三个案子开罚210万 对此台铁局表示 未来将会加强查核 不会再违反规定 为了确保铁道行车安全 交通部铁道局今年对台铁安全检查 结果发现有三案缺失 包含台铁派任了五名没有驾照的人员 操作工程车 维修车 因此开罚30万元 这也是铁路法首度开罚无照驾驶的案例 另外约有50名列车长及值班站长 检定或体检不合格 铁道局针对此案重罚120万元 机察也发现台铁没有落实 对乘务人员的酒测 此案开罚60万元 总计三个案子开罚金额高达210万元 铁路工会代表认为 针对工程车维修车驾驶的驾驶执照换发 铁道局应该要简化相关的审核流程 而针对体检不合格的部分 铁道局则指出 主要都是视力跟听力问题 值班站长 列车长 指挥员 工程维修车那部分的 都在实际方面在要变质号制服装的 视力还是频率是很重要的 身体健康检查这些并没有细分成 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 必须要用什么样的体检标准 或许有一些人的状况 并不一定完全会影响他的任务的执行 一年多以来我们在包括安全的改革 他们有统计是他们的这些事故是有降低的 铁道局也回应未来将会加强查核 不再发生违反规定的情势 台铁公司化载集安全改革是在必行 就判透过铁道局的铁道监理检查员制度 落实铁道安全 这里是新建国台北采访报道